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用深波 来当作波动现象的一个结尾 我们用深波来描述一下 它的这个波动现象 那我们知道深波它所产生的原因 是因为物体的振动 只要物体有振动的话 就会产生深波 但是它必须靠介质 来传播 所以深波是属于一种力学波 里面的一种 那深波它在液体中传播的速率 比在气体中要来得快很多 大约大概是快了四倍左右 四倍到五倍 那在固体中的速度 又会比在液体中来得更快 那我们下面来透过这个 深波在空气中的速度 它的一些条件 那我们知道空气中的深速呢 与当时的风的速度 温度跟湿度呢 都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把前面的风速 跟那个湿度的因素都去除掉以后 就是在干燥 干燥就是没有湿度 无风呢就是没有风速 的条件之下呢 我们可以找出它跟温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是在通常的一个关系式 就是332的话呢 是代表在零度C的时候 这个T是代表摄氏温度 那VT呢就代表在T度C的时候的速度 所以零度的时候 它的声音的速度呢 大概是每秒呢 是332公尺 在空气中的速度 那温度越高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就会越大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个立体呢 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它 假设有一个1000个赫尺的频率的一个深波 从20度C的室内呢 传播到30度C的时候是4万 它的波长呢增加了几公尺 那我们知道波长的话 好 是会等于速度呢 除上频率 那我们知道频率呢 它在跟温度没有关系 还是都是1000 所以就变成速度 所以就变成这个 30度的波长 减掉呢 20度的波长 就会等于这个速度 那我们知道30度的速度呢 就是用 因为它是332加0.6乘上30 如果减掉332加0.6呢 乘上20的话 那332都会减掉了 所以它这边 直接就变成0.6 乘上30减20 也就是乘上10就可以了 那除上1000 好 所以这个0消掉以后呢 我们知道它的波长差是 差在0.006公尺 等于温度增加10度的时候呢 它的波长呢 会增加了0.00 比20度的时候 会增加了0.006公尺 也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温度相差到10度左右的话 如果频率维持在1000个赫尺 它的波长就会差到0.006公尺 那如果差20度的话 就是它的两倍 这是在频率1000个赫尺的条件之下 当然波长的差距也跟频率也有关系 频率如果越小的时候呢 这个差距就会越大 那频率越大的时候呢 差距会越小 我们刚刚呢 介绍了这个声波呢 它的在空气中的速度呢 跟温度的关系 那我们接下去呢 来介绍这个 它的一些特色 这是一个一些 普通常识的一个介绍 那第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耳朵 所能够听到的频率范围呢 事实上是不高的 大概在每秒钟呢 就是它的20个赫尺呢 到2万个赫尺之间 那低于20个赫尺的这个频率的深波呢 称为这个深下波 像地震的那种震波呢 它也是一种深波的里面的一种 但是它是低于20个赫尺 它的频率 所以它是属于深下波 那高于2万个赫尺的这种深波呢 我们就称为超深波 那深波的传波呢 它的强度 它会随着距离的增加呢 而减弱 所以当它在传颂的过程当中 如果距离越远的时候 这个深波呢 就变得非常的微弱 非常的微弱 那再来就是月音的 它的特色呢 它是借由响度 就是大小声 就是它的正幅 还有音调 就是它的频率 还有音色 音色就是波的形状 来显示出它的特征 比如说某某 你的好朋友打电话给你 你电话一接呢 你就知道是某某人 尤其是借由频率 来或者是音色 像我们做声纹检定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音色 来显示出它的一些特征 对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看这个 它的另外一种介绍 就是分贝 分贝大家耳熟能详 比如说我们对于噪音的鉴定呢 常常用分贝做一个标准 那就是声音的大小声 我们用分贝做着它的一个单位 我们对分贝呢 作为一个介绍 那它的这个强度呢 它是按照声波的 这个物体的表面上 就是接收声波的这个物体 它的表面上 就是波动 它本来就是一种能量 每平方公尺的这个面积上面呢 在每秒所得到的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单位呢 我们不是用胶 我们用瓦 用瓦当作它的一个单位 这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呢 分贝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I的话呢 就是我们测试出来的这个强度 那这I0呢 它是一个背景值 我们设定最低的一个背景值 就是10的负12次方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强度呢 比它大这个10个单位的话 它的分贝呢 就会增加10倍 就会增加10倍 对 那因为这个log呢 是以10为底的一个对数函数 所以如果这个I是I0的10倍的话 它这边呢 就会增加10倍 就会增加10倍 这样子 那以上呢 是有关对这个声波的一些特性呢 我们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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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